哎呀 大家关心的就是交通的这个状况 您可以看到呢 国道高速公路 现在呢 夜色还是看得到哦 可以看到这个路况目前看起来还算是OK的了 那么行政运长刘兆玄特别到高工局来视察 交通部开出六小时 在当今就可以从台北到高雄的这样子一个返乡的支票 我们的综合报道 春节九天廉价返乡车潮即将登场 刘奎和交通部长毛治国 重点战区高工局视察 13年前的交通部长 13年后的行政院长 同样面临春节数域大挑战 这回高工局赤字打造全新的行控中心 各地视频回传交通资讯 努力兑现北高六小时支票 在没有重大交通事件之下 我们是期望能够在六个小时 也就是说从台北到高雄六个小时可以到达 副长你有没有信心 这样我们希望是有数据依据的一个事先的一个模拟之后的一个判断 交通部挂包警 但是寒流带来下雨天 影响开车上路的时间 高工局预计23号下午3点过后 车潮有限 Z3车的老路段 唯一南下领口道凭证系统 只有40公里的车速 国道化学费车速暂时稳定平均70公里 至于北中南过了傍晚5点后 才是真正车流量的开始 小年夜预期车流量会更大一些 大家接近200万量是 但是整个车场还是会在年后才出现比较多的车流 高工局也建议用路人可以利用凌晨到早上7点 这段时间上路又免收费 避开车流量节省返乡时间 中天新闻旅行号人一帮台北公开 而是上